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 爸 你怎么来了 小汉 爸跟你说点事 放开 住办公室有一礼拜了 小萌 也不回家了 人老了 没有什么更多的叛徒 而你们就顺顺当当 好好过日子 我就知足了 对不起 这几年 我一直把你当女儿 你忙里忙外不容易 我都看在眼里了 但是我应该 他们说的话 我都能没听见 我只问你 你和方凯 到底怎么了 还能过去去吗 实在为难 就算我没法 他们说的是真的 是有一个 叫陈峰的 你和他真的 有 有事了 好 我怎么想 你都不能那么做呀 是不是 方凯对你不好 他在外面也有了人 说实话 方凯脾气随倦 还听我的 爸给你做主 他对我很好 我很好 儿孙子有儿孙福 你们好自为之吧 儿孙子有儿孙福 儿孙子有儿孙福 你们好自为之吧 好 后天 后天怎么了 爸 没什么 小花 你先回家吧 我有点事 您去哪儿啊 我送您吧 不用 方总 要没什么事情 我就下班了 小范 进来喝杯咖啡吧 行 那我就蹭您一杯 请 方总 您还在这儿住啊 这儿舒服 安静 要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赶紧回家吧 您不知道 这公司里可都传开了 说什么 人嘴两张皮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咖啡的味道怎么样 嗯 嗯 真好 就到了 一杯则渴 味道极致 多喝也是一样 他们都说些什么 说您 说您 在和老婆闹内战 还有的说您 在外边有人了 我外边有人了 那是冤枉我 内战时有 老婆把我赶出来了 你去传吧 这才是正宗的版本 好 浩天是爸的生日 放到那儿吧 出去把门带上 爸 我还以为是送饭的呢 您进来坐 就睡这儿啊 这沙发宽 睡得还算舒服 比家里的床还舒服 还打算睡多久啊 大小是个领导 住在办公室不回家 不怕人笑话 爸 我和小韩呢 我来就是要和你谈这个 这个家崩得这么下去 这个家崩得这么下去 你和小韩 还能过下去吗 我也不知道 他外面有人 跟我承认了 我心里也不吃滋味 但是 没想到 没想到 小韩也会 你受了委屈 你 人活一辈子 总有不顺心 事情来了 得让得过去 你 你是我儿子 如果你说算了 我们就由他去 您是说 该分九分 这感情 绝对不能勉强 你一敬我让才能过日子 既然不能原谅 那就算了吧 怎么耗着 怎么耗着 都难受 我看着也难受 那以后我怎么办 没错 还是舍不得 我看得出 小韩对你的感情 还在啊 他想好好过 要过 就得有个过的样子 小韩犯的错 我看 他是一时糊涂 自己也后悔 你是男人 要有个男人样 你前的事 不能再提 明白吗 什么事回家啊 妈 你让我再想想 方总 您倒饭来了 放这儿吧 爸 你回来了 我去把饭热一下 你吃了吗 我等您呢 等我干什么 这是方凯换一下这衣服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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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快餐店送了盒饭 自找苦吃 爸 对不起 我们把您的生日给忘了 都不讲究过什么生日 一家人团圆 热热闹闹就行 他不愿意回来吗 方海脾气剧 好强 可心里啊 待会你 这回 他是伤了心 不是我埋怨你 我的儿子 我知道 他离不开你 其实心里啊 早原谅 我跟他说 有啥想过 以前的事 不许再提 男人嘛 总有个面子 吃了饭你去 把他叫 都说咖啡是苦的 可人们一上瘾 就会把苦说成是香的 后天是爸的生日 忘得干干净净 多亏你的体想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 爸说 想一家人在一起 吃个团圆饭 是啊 一家人应该在一起 吃一顿团圆饭了 那回家吧 回家 回家 那你去啊 慢用啊 进去吧 陈奈 回来了 爸 差点忘了您大事 要你们 你们合路 我就是天天过生日 爸 明天再好好给您庆祝一下 对 我在兴安酒店 订一个贵宾房 多摆几桌 我哪也不去 谁也别请 就咱们一家人 炒几个家常菜 下一碗长寿面 你再陪爸喝上一种 就行了 岁数到了 世界就小了 就养了钱那么大点 你们好 我就踏实 你们要是乱了 我的天也就大了 也好 咱们丢亲爸的 爸 您还有话要说 萌萌 这样 明天我去接萌萌 其实他回来也是天乱 爸 您就放心吧 小萌他一定会回来的 明天 还是我去接小萌吧 我去吧 小萌是在生我的气 可我不知道 他会对你说出什么话来 说什么都没事 让他出出气 只要他能高高兴兴地回来 爸爸才会高兴 你不怕 怕也得去 爸爸过生日 小萌怎么能不在家呢 小萌 小萌 委屈你了 可我不能没有你 能不能不叫 我也没吃呢 姐妹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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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老吃方便面啊 你吃饭 爸就念叨 不知道小农在吃什么 这只小猫挺可爱的 要不然你带回家去养吧 爸一定很喜欢 你哥 你哥昨天回家了 家里就差你了 我知道你恨我 我也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以前那么亲我 信任我 但是我做了让你伤心的事 是嫂子不好 但是小猫 你不能怀疑我对这一家的感情 三年了 你 你哥 还有爸 你们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一直是这么过的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习惯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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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什么 什么 你和陈锋 还有手术单 是真的吗 你不要脸 你不要脸 你知道吗 以前我最喜欢你 跟你最亲 比根跟爸都亲 你却这样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恨你了 我哥对你不好吗 他对我很好 他就是比较忙 没时间陪你 你寂寞了对不对 陈锋比哥摔对吗 比哥会讨女人换心对吗 你说话呀 哑巴啦 平时一本正经 你背着你去 你叫我要怎么叫你嫂子 你说呀 我回家 我回家 那是因为爸爸 不是因为你 我回家 那是因为爸爸 学校子 要做小文 我倒有霜 温柔的眼睛 我看我干嘛 我在听 你不在卖唱吗 卖唱的怎么啦 我唱给我自己的 你唱给你自己 你放这干嘛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多事啊你 你随便 愿意给就给 不愿意给就拉倒 我无所谓 那就谢了 咋了 心疼 肚子 是吧 对了 前段时间有一女孩在这唱歌 你认识吗 看上她了 好奇 问问 她好久没在这唱歌了 我不知道她在哪 要不做琴 你还是拿回去吧 这是给你的音乐的 那谢了 有一个 美丽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 小女孩 小女孩 有点跑调 我说你是谁呀 发表了发表了 来 早饮早焦 早焦早报名 留一点啊都留一点 别一忙了 我那个大事给忘了啊 找个问题 这这这来来来来 我说大姐 咱又分苹果了 上回分的苹果 我跟山里红似的 酸死了 笑什么笑什么 瞎说 不分苹果 分房 分房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自己看看 按级别和工作成绩 评估打分 积分越高 房子越大 越便宜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呢 你住着大别墅还跟我们想呢 我们这破网含有的就等着房子呢 就是 我们家还没你们家卫生间大呢 太苏对了 咱嫂子认识有钱的团结多 改名给我介绍一道 如果能到窗门 我立马就把这表给撕了 你给我闭嘴啊 臭小子 敲人家点出息 姐啊 我有资格吧 当然有 他们几个说 你不要 谁说我不要 我跟你们说啊 这房子我可要定了 就凭我的积分 你们这哥几个 就靠边站啊 本来就狼狗都小嘛 咱说正事啊 分房子的事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要房子呀 你住那个 大别墅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那别墅是我了 那你跟你老婆 还分那么清啊 这房子啊 我要定了 我还以为你不要呢 行行行 你去添表去吧 张姐那有表 你跟你老婆 没闹别扭吧 没有 我就想跟乔玉 要点自己的空间 大别墅多好啊 高尚社区 英式管家 宽淡入户 开一辆日本车 都不好意思进门 逢此人是吧 本来就是你有病 你愿意办 你老婆还不一定乐一般的 她敢 要反 想 走 走 我都不愿意吗 我都不愿意 我都不愿意 会哏 啦 我那请问你 爸 这是我给你买的生日蛋糕 好看 那是 还有一件 在哪呢 这儿 明明是你自己要养 非要说是送给爸爸的礼物 就这个 我喜欢小东西 我来照顾他 可爱吧 我来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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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好还没找到助手 那我求你 好吧 你索性就搬过来吧 那有个理劲 然后你可以照顾着 我还有个房子 可以去那住 薪水多少 只要你满意 别黑我就行 行 成交 来 咱们祝爸爸健康长寿 笑口长开 万事如意 好好好 爸生快乐 爸长寿啊 爸爸来个生面快好了 健康长寿 光过咱们吃了 把他差就忘了 猫猫 喂他点什么 别乱乱吃东西 他还小呢 明儿去买点新鲜小鱼 熬猫食给他 别 他现在吃奶 有吃猫粮 他不吃鱼的 哪有不吃星的猫啊 有啊 我们家咪咪就从来不乱吃星 他知道好歹 可比人强多了 成猫 你吃死我了 我怎么了 我说咪咪呢 不说话行不行 我也没说错啊 我也没说错啊 爸 我不说话行不行 思俩 我没说话行不行 你不放心 开之前 我看你 今天没课 没课 小萌 爸跟你说句话 说吧 别再跟你嫂子较劲了 我走了 开车慢点 等等 去吧 您知道 平时我最喜欢跟嫂子在一起 可是出了这样的事 我对她还能像从前一样吗 哥跟她的感情一向好 可她 有时我一想起都觉得可怕 我现在开始怀疑爱情 怀疑婚姻了 小韩跟那个男人 已经断了 谁能保证 他们以后就不再联系 小韩 再冢一会儿 我刚刚说过 我还有一点 我还不找我 我还不想 我还不想 小董 你怎么过来了 今天不是例会啊 哦 我忘了 您身体还好吧 还好 上次你送了我那药酒 我喝了一杯 不出了 是吗 下回我泡了再给您送过来 不用了 还有好多呢 乔董 今天例会是不是要 到了 好 勉强 上个季度的销售额很不错 几个分公司都很努力 新安泰的公司 仍然未立销售榜的首位 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 有空啊 多跟方凯总经理取取经 好了 我们下一步的产工销是 乔总 乔总来了 乔总 乔总 你先说吧 好 大家请坐 咱们长话短说 一会儿我还要见一个客户 李董调任以后 集团总裁的位置一直空缺 董事会多次的讨论 我现在宣布一下 初步评议后的名单 王浩东 李文山 徐建博 希望以上几位做好准备 向上级领导和董事会 提交竞选报告 好 好了 你们继续吧 曹董 我们马上出发 曹董 和对方联系一下 就说我身体不太舒服 晚到一个小时 那是咱们的重要客户 向人家道个歉 就一个小时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我给您拿药 不用 你到会议室去 叫方总经理到我这儿来一下 好 小董 您找我 是要说那个名单的事吧 这么大一个集团 有好多人事关系 需要调解 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吧 这次提拔总裁 局领导多次向我暗示过 我也只能 一言难尽哪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希望 你能考虑我的难处啊 曹董 我明白 您多虑了 我是您的手下 当然得听您的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用不着跟我商量 您的难处 您的难处 我当然知道 只是 有心无力 考虑不上 那么 那么什么 行了 没事我先回去了 公司里的事很多 我很忙 当然 也是您的事 你 我出去站住 要不要我陪你 不用 太阳不错 我不走远 那你小心点 差不多就回来 别累着了啊 好嘞 来 林浩 睡觉了 接约是录音啊 没有啊 去 看看 您是 您是 请问 陈锋先生在吗 谢谢 这个 全都能说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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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七段要想 回来 他愿意 走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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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走进痛苦 离开你 离开你 就会远离幸福 苍茫是分爱的倾诉 也许只曾经有过迷乱 才能够不幸留住 我们一样的真情表白 共同拥有悲心爱 快 走进你 再一次面对无奈 离开你 无穷无尽的期待 只为了说声我爱 尘封岁月 已经为我们打开 瞬间看到 全力的生命色彩 已化作一抹苍白 只要那激情还在 走进你 就会走进痛苦 就会走进痛苦 幸福 苍茫是分爱的情 苏 走进了你 再一次面对无奈 再一次面对无奈 转发现 周一镜与点栏目 又有三十一块 先继续 星空 走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